现代元的生活方式对于身体常常有很大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肝部是极为不利的,比如说我们平时经常熬夜的话,对肝脏的影响就比较大,抽烟喝酒也是非常伤害肝脏的,我们一定要多注意养肝,这样才能够保持身体的健康。 养肝就是养命,万万不可错过的养肝秘籍,肝脏好不好,眼睛会说话,中医趁肝开窍于目,眼睛是肝的外部争相,肝脏的健康情况,会反映在眼睛上,所以,眼睛问题,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肝脏的情况。 02眼睛拱膜发黄,肝炎,拱膜发黄是诊断肝脏疾病的重要例句,比如甲型肝炎,急性乙型肝炎,几乎,都会存在不同程度的拱膜黄染,如果出现小膜色素环,那么可能是肝痘状和变性患者。 03眼睛出现黑眼圈,肝宫下降,如果在没有熬夜的情况下,还是时常挂着熊猫眼,那可能是肝宫能解退所致。 因为当肝脏对于磁几次的灭活能力下降时,色素代系异常就会导致色素在皮肤沉积,从而引起黑眼圈。 04眼睛出现红血丝,肝火过往,吃得过于油腻,容易生闷气,就会导致肝火较大,肝火最容易影响肝经上行,过往的肝火到达眼睛时,就会导致眼睛发炎,从而引起红血丝。 05眼睛肝色疲劳,肝血不足,皇帝内经的五脑所伤中又一伤,九十少血,这里的血,指的就是肝血。 所以,如果经常对着电脑或书本,过度用眼就会消耗肝血,眼睛就会肝色疲劳。 中华中医药学会有科奔会委员,眼科专家孙伟主任,为大家推荐几个食用血味和方法。 环节眼病,养护肝脏,按压手上三个血尾,眼睛毛病统统不见了。 另一,和骨学,是手梁明大肠心上的圆学,可环节胃痛,胃脏,便宁,恶心,运车。 曲学,在第一,二长骨之间,两骨相合之间凹凹陷中。 简单曲学,用拇指第一关节横纹,对准另一手虎口,指间按压的凹陷处。 功效,缓解眼睛干涩,按摩方法,用指部垂直按压,指部感到发胶才给气。 02,养老学,养老学,疏经通路,缓解手忙,腿脚关节疼痛,行走不便,腰酸背痛,顶肩疼痛,取学,曲前臂,掌心向胸部, 黏着手背的无名指与小指掌间隙向下顺延至腕部凸体的骨头内侧抛陷处, 养老学较深,不易找到,必须采取固定姿势。 功效,消除眼睛模糊,灵运后膝学,后膝学,小肠经上的一个学, 这个学是几经八脉的交汇学,谈通独脉,歇心火,撞阳气,挑紧车,立眼目,正记住,取学,把手握拳, 长指关节后横稳的尽头就是该学,功效,预防眼睛疲劳,按摩方法,用大拇指和食尺同时对着后膝学发力, 由于手上的穴位比较敏感,按摩的时候力度要合适,不要过重而伤及手上的皮肤,经常喝着胃非常痒肝。 前面提到肝脏是将军之关,也是影响眼睛健康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眼科主任推荐一杯茶,经常喝一杯,非常痒肝,赶紧看看巴巴。 温敷三七粉,清肝排斥保健康,三七具具有强大的保肝作用,能清肝排斥,化解肝脏多余脂肪,防止脂肪肝,还能解毒疏肝,排除肝脏毒素,防止酒精肝, 另外,还可以促进微循环,改善肝脏代谢,有效提高受损肝脏自我愈合,持久保护肝脏,一天一勺,长期服用,肝脏更健康。 吃法,最简单的三七食用方法,就是早晚用不超过40摄氏度的温水冲服三个三七粉,推荐,如果一开始是三七粉,不习惯它的味道,可以放点蜂蜜或者直接拿牛奶冲服。 以上就是这篇文章的全部内容了,不知道大家读了的文章都有何感想。 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尽可以发到下面的评论区,跟一起来讨论一下关于健康方面的话题,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健健康康的,充满活力的迎接新的明天。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